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话直说一分钟 警方国安处于12月14日公布一份新通缉名单 名单之中提到的5人与靠早前被通缉的罗冠聪等8人 同为涉嫌触犯国安法 而且潜逃海外的人士 警方亦都于12月13日拘捕4名涉嫌 以金钱资助他人实施分裂国家的人士 国安处连回严证执法 除了体现特区政府严刑犯中乱港的行为 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 以及果断执行力 亦都证明风平浪静下潜藏着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威胁 维护国安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由于今次5人全部身处海外 而且其中有人已经取得外国公民身份 对于国安处来说 追缺充满了挑战 但是只要他们仍然是从事港独相关抹动 或者意图破坏国家安全 就不可能全年撤断与香港的联系 而警方必然能从这种联系中沉默到蛛丝马迹 从维护国安的角度来看 这份袁雄令是特区政府对近期 为英美政府频繁干涉香港法治 公开扶持反中乱港势力的有力反击 亦都是为那些流亡海外的乱港者敲响丧中 《港安法》的执行 不会有地域或时间上的盲区 任何曾经干犯相关罪行的人 终将会受到法律制裁 如果大家对于议题有任何意见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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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